背包工作假期,June在這裡 兩集沒有跟大家見面,還沒聽到我們的聲音 現在聖誕過後,也先補一句聖誕快樂 或者是來個Happy New Year 今天我們也請來了我們在30集的時候的一位嘉賓 他是前HKTV的主持 主持出聲 當然也是一位很出名的YouTuber 人氣YouTuber 但現在身份有點不同了 已經轉了第二個崗位 我們今天請來了,我應該叫你拉 都可以,拉過都可以 我們請來了,拉過 你也要介紹一下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在一間旅遊網站公司工作 那間公司叫尤飛 應該是大公司 那裡面我就主要負責 影片上面的,那我主要就是負責 旅遊節目,那幕前幕後我都有做的 那平時就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那裏拍攝 那不用拍攝的時候,就會留在香港那裏 剪一下影片,那樣的 嘩,很優哉猶哉 你也是,一來拍攝,繼續保持著你,也可以拍 YouTuber又繼續有得做,對不對 然後去旅行也是你很喜歡的 其實我還有很多煩的 我還有做part time的護士 是啊,你本身是個護士 我記得早前就是那套電視劇 我也看見你發表很多 哈哈哈哈 你今天不講這些,你今天也要講一下旅行 講一下我們的行程那些事情 我也知道你轉了這個工作之後 就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啊,是啊 這個也是這次我們邀請你 最想你跟我們分享 因為你去了一些地方 都比較少人去的地方 都是啊,真的 是啊,那講些來聽一下 那對上一個旅行呢 就是去了歐洲的 歐洲 哇,一聽到歐洲 真是葡萄都不得了 因為通常歐洲都去很多天 是啊,是啊 即是你去坐十幾個小時 你不會只去那五天啊,八天啊 這樣就回來的 是啊,十天的 去了十天啊 是啊,去了十天的 重點啦 哈哈哈哈 重點啦 公司chip來的 哈哈哈哈 即是不用錢的 是啊 即是沒有什麼事情不用費啦 是啊 起碼機票吃宿節省了,我已經賺了啦 已經在歐洲,對不對 是啊,有老闆包帝 是啊,OK 好了,你先多謝你的公司 多謝老闆 好,那你講一下你的行程吧 那我首先呢,就是去了挪威的Tromso 是挪威的一個比較北部的一個大城市 首先,我們先聽到挪威 首先就想到三文魚啦 哈哈哈哈 很冷啦 真的超冷 外斯基沒有人啦,是不是 是不是 外斯基沒有人就看不到 是不是 然後還有極光有關嗎 是啊,是啊 OK 去影北極光 真的去影北極光 是啊,真的去影了北極光 即公司今次的business trip 就是去影北極光的 沒錯 哦 拍到嗎 拍到很成功 哇 是不是要看時段的 通常都 通常是晚上 即你要九月至四月這個期間 如果是四月去到的話 其實已經是水尾來的 那些北極光 就沒有那麼厲害的 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真的超厲害的 那些北極光 平時你見到那些北極光 是啊 是很綠啊 很多不同顏色的 很大劈 一堆光 是啊 但是你現實生活中 看到的呢 就不會那麼厲害的 是啊 我都看過一次 其實我最重要的發覺是 因為我以前看呢 如果你帶一部普通的相機 都是很難拍到的 如果那部相機 那些要聚光 那些要曝光 那些要曝光 那些時間才能拍得到 很漂亮的嘛 我去的時候 我的朋友問我 不如你Facetime給我 我想看一下 那條北極光是怎樣 我心想一下 不極光 你的iPhone拍不到的 拍不到的 手機也拍不到的 拍不到的 當然我那時候看 可能沒那麼厲害 但是我看你拍出來的相片 都是很光的 我們現實生活中 看到的 其實是一些很淡的 暗綠色的 灰灰綠綠的 好像有些煙在天空中 那我們怎樣分辨 那樣就是極光 怎樣分辨 你會看到那些 飄一下飄一下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會不會是個暈 是啊 我當以前看的 會不會是暈 來的呢 會不會我的眼睛有少許眼花 看到有少許光 也有機會 那時候 那不極光應該不是很厲害 因為其實 如果我們怎樣分辨 拍一拍就知道 拍出來會明顯很多 拍出來 你聚光的話 會看到很大劈 但就這樣看又不是很厲害 不如試一下曝光一下 可能30秒 嘗試一下 是啊 然後是真的 真的不錯 那有時候就 但是拍照就OK 拍片呢 拍片 拍片就拍不到 對 我也覺得是 除非可能你那些 不知道什麼機 不知道多少 十萬的 我不知道那些 我那時候就用單反的 是啊 那就是用time lapse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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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啊 是啊 每一格 不知道多少 譬如我當你30秒那樣 就拍一張 嗯 那就要用time lapse 要用time lapse 是 交時間 那它自動的 你放一部機在那裡 在山頭上 然後 慢慢拍攝 但是超冷的 看著那部機 沒事 那在山頭上真的在那裡 磨了一個小時 然後之後再用那些照片 砌出來 變成一條片 OKOK 所以如果一個人 跟一條北極光去合照的話 是幾乎是沒有什麼可能 除非你Key上去 哦 那就是啊 你站在那裡 站很久 站30秒吧 動都不動 就算拍到一個位置 都不會漂亮 很難 你這個人 你都會動的嘛 你30秒曝光 是啊 那第一次看到極光的感受 是如何 其實那感覺真的很震撼 就是周圍在山頭上 是很多 好像靈氣一樣 你要感覺到 我覺得北極光它最夢幻的地方 就是你見到的和你拍照的很不同 而且你可能拍照 因為你一次過拍 可能是拍成30秒曝光 過了幾分鐘的時候 那條北極光可能已經飛走了 不知去了哪裏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能要開車去另一個山頭追光 這些就是所謂的追光 是 是 是 好玩的喔 是 好辛苦的 哈哈 我以前看就是要 我那時候有那些網站 還是有Facebook群 那些群組 它就會有 計算哪個位置 即經緯到多少 什麼時間 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 有多少光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這樣追的方式 我們是用APPs的 對 我那時候有個網 總之有個APP 不是APP 總之Facebook這樣看 對 就是APP可以已經知道 所有的資訊 其實挪威有些官方的APP 它是會告訴你 那裏的天氣是怎樣 那些雲層是怎樣 就是 通常 它會推薦你幾時去 哦 這樣就幾好啊 有齊了這些 對 那就會方便到大家 嗯嗯 它會整個地圖 世界地圖這樣 展示給你看看 這個地區呢 有整個綠色的光照著的 你這個時候去呢 你可以去試一下 嗯 又或者去 如果是高的話 那你就 照去撞 是 那就幾乎實拍到 那麼我們去到的時候呢 其實 呃 有人介紹我們去 某個山頭那裏拍的 嗯 那是本身我們都 沒有遇過去這個地方 哎 接著 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 超冰天雪地的山邊 哇 接著拍到超多 因為呢 拍北極光呢 其實都有一些貼士的 就是要在 舊黑 第二就是 舊凍 舊黑舊凍 是的 還有舊北啊 記得了 舊北 是的 因為 那些北極光呢 其實它有很多 那些 physics 我自己都不是十分了解 是那些 太陽的熱能 打下去地球的時候 接著 遇到 北極 即北極南極都有的 那些冷空氣 然後不知道怎樣 那些粒子呢 就會 能量分佈整個spectrum 出來的了 是 那最常見到呢 就會是綠色的 然後 比較少就會見到 紅色紫色這些 嗯 那你幸運的話 就會拍到 紅色紫色這些 比較難見的 紅色紫色是難的 是難一點的 是 那些能量粒子 不知道怎樣 量子化 然後就會 形成了出來 Hello 我們的 Aby Aby現在來了 是 繼續 不要理他 是 是 就是 就是 因為每次見到的 北極光其實都很不同 那就會令到這個 影相之旅 追光之旅 是特別難忘 嗯 OK 我們剛剛講的北極光 Aby Hello 好久沒見你 打招呼 你很帥 Aby先打個招呼 你好 棉花糖Aby糖 遲到 錄音都遲到 繼續 好了 北極光 是 剛剛就說到北極光 是 很難忘 還有怎樣拍 果然他是主持來的 他就 他都會遷就化人 不要理他 你繼續說北極光 是 那另外 在Trump Show那裡 那我們就去了一些 當地的 某些 明星 就是叫做 Trump Show他是 在挪威的北部 剛剛都說過了 是比較多人 有北極大教堂 是 其實我們 因為Trip很趕 我們主要是為了拍北極光 其他的地方 跌倒益子 對 對 見到過的就逛逛 那我們就立刻去了北極大教堂 對 那也是幾特別的 不過他特別在 那就是 是一個商業化上的教堂 哦 給一些遊客去 即是四處都有賈那些 捐錢捐錢 其實歐洲也有類似的 北京現在不是這樣 全部收錢 我心想一下教堂不是應該被人 Worship 唱歌 有明信片賣,然後入場費 然後到時候 他就會有一些Concert 那些人都是要付錢的 即是他要商業霸了 恐怖人 然後 挺深刻的一件事 然後另一邊商 其實那裏的東西很貴 挪威的東西很貴 用歐羅嗎? 不是,他們用 NOX 貨幣 對匯率是多少? 是一比一的 香港的大概是一比一 但那裏的東西是貴的 物價貴很多 我指物價貴是出街吃東西是貴 即是在歐洲出街吃東西 其實大部份都是貴的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我們通常都會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住Horstel 就是因為Horstel有廚房 自己可以煮 還有你外面買的東西吃 也不一定適合你吃 我們去到怎樣? 吃Burger King 好啊 應該便宜一點 賺陣很多 Burger King 他普通一個漢堡包 15元 Cheese Burger18元 然後其他包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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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更貴 如果要到餐的話 每次都是九十多元 八幾元 他那裏是最便宜的 是的 單點一來 就是好像麥當勞的揉柳包餐 是 是的 這些就足夠了 還有我們在那裏 我們在那裏 是賣東西煮來吃 在那裏買的海鮮 其實真的很划 之前Miche後所提到的 挪威三文魚 是便宜的 便宜得怎樣 那時候我們吃一條大腿那麼長的三文魚 整條我給你照片看 我們放回照片 真的一條... 就是圓條三文魚 很大 整條可以生吃的 整條桌子 整條大腿那麼長 那... 淡淡肉都超好吃的 但他在賣多少錢 99元 99元整條三文魚 對 劉威紙對港幣大概1比1左右 那... 買這些海鮮很便宜 然後... 其他食物的話 就是貴的香 我自己可能就是菜 薯仔這些 加常便飯 那邊的風俗是吃什麼的? 通常吃海鮮多 都是吃海鮮的? 沒有飯的 100元 對... 是這些 我們看到有很多餐廳 很多都拿了幾百元 哇... 都是自己煮 然後帶上一些香港的即食麵 哈哈... 救命 真的帶嗎? 救命杯麵 對... 那你怎知道上面有些什麼東西吃 幸好上面我們附近是有些大型超市 我們先買一些東西 然後去到Horstel那裡 是啊...Horstel有這個好處 就是可以自己煮東西吃 是啊... 我們預訂Airbnb Airbnb 啊... 那當地體驗呢? 有沒有跟當地人有什麼交流 有什麼故事發生 啊...這個反而沒有什麼 這個沒有 Abnb不是住...也有什麼的嗎? 啊... 我們... 剛好不知道為什麼那裡的家人 真的不在那裡 怎麼搞笑啊? 照理... 通常在Airbnb呢 你是... 可以跟那裡的人交流 對... 不是就是這樣 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裡的家人呢 是完全真的沒有見過面的 但是我們是聽到那裡有人回來啊 就是看到一些東西動過的 啊... 啊... 他是不是為了避開我們呢? 不知道啦... 啊... 啊... 其實我們... 我們本來第一天呢 就已經... 就是臨急臨忙 其實回到那間家裡的時候呢 其實... 煮飯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不極光了 然後就... 哇... 臨急臨忙咬兩塊東西 咬都不咬了 就立刻到露台那裡拍... 嗯... 其實不極光是一種... 肉眼都看得很漂亮的 已經是... 啊... 剛剛說了 好啊... 我只聽了 是啊... 剛剛就... 挪威啦 然後呢? 之後呢... 我們的旅程是未完結的 是啊... 那我們就去了... 薩格納布 就是克羅地亞的首都 薩格納布 那... 在挪威的哪個方向呢? 就是再搭飛機的啦? 再搭飛機 搭得到12小時的飛機 為什麼會去那裡呢? 是... 純粹一個歐洲人都要搭 是啊... 為什麼會去那裡呢? 都是公司安排的 我們... 我們轉機去Oslo 然後再去... 去... 克羅地亞那裡 是... 是轉機的 因為... 中間又要等一些時間啦 為什麼去那裡呢? 就是... 為什麼去那裡? 因為... 純粹... 喂... 反正都是去多兩個地方啦 那為什麼又選那個地方呢? 十二個小時喔 算是已經最近的 或者是已經最方便的行程了 已經... 最方便的行程 我就不敢說這一點啦 不過我覺得是... 挺特別的這個地方 真的... 因為那裡的物價呢 就不是很貴的 嗯... 嗯... 跟香港來比... 都是貴香港一點點的 因為那裡... 那裡不是用歐羅的 啊... 啊... 黑羅地亞不是用歐羅的 是用... 他們叫KUNA KUNA KUNA 大概... 一... 你當人民幣這樣用啦 那裡的價錢 那裡的價錢 貴一點點啦 那... 所以... 那些人都會出街吃東西的 OK 是... 又是吃什麼的? 又是一些... 一些... 黑羅地亞... 一些意大利東西啊 是... 是... 其實是... 一般的餐廳 那你們去到吃什麼呢? 我們去到... 有吃... 黑羅地亞菜 我們去一些羊股店 怎麼知道 一個羊股店呢 就是在市中心的 而且有人... 會... 邀請你進去吃的 聊你進去吃的 那些呢 那些呢... 通常都是... 居遊客的? 我們就特地去羊股店那裡試一下 欸... 那你是遊客來的嘛 那就是居遊客咯 是啊... 特地去試一下 然後... 我們看一個餐牌... 又不是嘛 一個餐都是幾十十塊 其實對於歐洲人來說呢 即是他們流行一個人一個餐 那我們呢 我們... 計算我老闆 還有一個朋友 三個人叫成... 六七個餐 蛤 哈哈 然後一起吃 然後其他人都看著 哈哈 好吃的? 好吃的... 啊...ok 那... 你照理歐洲人呢 即是他們... 一個人一個餐 如果他買單... 有時候呢... 美國的餐... 一... 就算是碼卡 你都會逐張碼 會這樣嗎? 是很麻煩 是啊,是很麻煩的 我覺得... 好欲酸喔 他一直 Obijen 但是他們是習慣了這樣 她幫你算了 是啊,是吧 嗯... 逐個人那樣... 那我就覺得,其實我們自己這樣吃,又不是很貴,也挺划算的 那我們之後有一天的夜晚,就去當地人,很多人都會去吃那些餐廳 真是便宜的,又吃當地的一些特別的東西 至於你說吃什麼,好像吃畢味,有些什麼南瓜湯,焗飯 其實他們是香港吃不吃得回來的?香港吃的那些又不是那種味道 即是那個菜式,可以找到那些食材,但吃不到那種味道 即使可能是普通的,他們那些什麼叫炒飯呢? 即是普通的那些焗飯,在香港都不是那種 大家樂一哥焗飯,正常啦 但你問我那樣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即是吃下去的那些東西都不太知道是什麼 我其實都不太知道 但他們那些人是說英文的? 他們自己本身為來就不是說英文的 但是聽得懂英文的 對,他們自己說那些話,我們跟他們聊的時候就說回英文 聽得懂的 Aby來到,通常這些行程我們必定要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驗譽先 Business Trip,我怎麼敢搞那麼多東西 Business Trip不會有驗譽的嗎? 對啦,人家按過電話都可以 微信周圍附近的人都可以 對啦,搖一搖嘛 如果黑羅里亞都流行用微信周圍搖,那就正啦 但他們那些上網不差的 我們周圍都不是經常可以上網 還有就正上網,我們用Glow call me 一塊可以上網 在歐洲地區可以用上網的一塊東西 即是像WiFi蛋一樣 對,好像WiFi蛋 剛才你說的是牌子 對呀,牌子來的 其實你是不是想唱衰它 不是,不是,不是 老實很期待聽這些 不是,OK的,OK的 即是好的它 是要入錢 你幾個時候玩 是充值的 是充值的 不過是充值的還是很好笑的 就是要在可以上網的情況下 先去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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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上不到網 是一個太陽能電筒來的 上次說別人說話過 在Starbucks上網 你首先要上網 首先要上網 先上網 是啦 喂,我知道你的行程還有很多 是啦 完了薩格納布之後 那我們就去旁邊的盧布爾阿南 好,盧布爾阿南 就下一節回來再講 來到第二節有棉花糖 Apy糖 還有 阿尊,Hello 還有 Hello,是辣哥 不是,辣 不是 你開頭有一句 你一見有什麼 你的Channel一開頭有一句 喂,Hello 又來到LineUp的時間 是啦,平常是LineUp的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第二節的 盧布爾阿南 好厲害 好難記 你知道這個名字嗎 盧布爾阿南 是斯諾文尼亞的首都 是 那首都好玩嗎 那首都 挺好玩的 是 如果你說對比薩格納布的話 那些女生是這麼漂亮的嗎 兩個地方的女生都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嗎 歐洲難說一點 我真的不敢說 我覺得漂亮的 是嗎 怎樣漂亮啊 高 很典型那種 大眼睛、鼻尖又高 我覺得俄羅斯很漂亮 我覺得俄羅斯很漂亮 我又覺得俄羅斯很漂亮 又要白 又要長頭髮 不是,黑羅地下都出名的 好像 黑羅...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看到的多數都是漂亮的 都漂亮的 對,漂亮的 那你現在那個地方都漂亮的 漂亮的 是 那有沒有 有什麼奇遇 有什麼奇遇啊 怎麼搞錯啊 你一群男生走過去 那不會喝東西嗎 對 對 我老闆在晚上灌醉我 蛤 又來一個嘻嘻的 哈哈 很多嘻嘻朋友啊 對 那接著呢 講一下行程 講一下對比 我會覺得 在盧布爾瓦娜和薩格納布的對比 就是盧布爾瓦娜的景色是漂亮的 包括他們各樣的歌德式建築 都是漂亮的 但是洗費方面 它就貴很多 因為是用歐羅的 哦 一講歐羅就貴了 是啊 它是自2007年開始就使用歐羅 那裏呢 有一個盧布爾瓦娜的城堡 是 那就看城堡 當然 看那個日落是真的很漂亮 那時候看日落 新不新的呢 那些城堡 不新的 很舊的 很古舊的模式 通常你去歐洲地方 就是去觀光 應該都有相當的歷史 是啊 是啊 那我就覺得挺特別 都保存得好的 保存得好的 那OK 但是我翻查過的資料 就是部分的 又爛了 然後重建 嗯 然後再不斷地加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譬如 好像 世加勒的那個聖母升天教堂 就是 它是 十二世紀已經有的了 嗯 那爛了之後 又不斷重建 然後再加一些 另類的 歌德式的元素下去 嗯 然後再形成 至今的模樣 嗯 其實歐洲應該有很多地方 都是這樣 有戰亂的嘛 有些地方 是啊 是啊 那 盧布爾亞那邊的感覺就是 漂亮 但是貴的 嗯 這就是最大的感受 那裏有些什麼 特色的東西 推介給我們 特色 是啊 給你一些照片看 嘩 你不斷自己看一下 OK 我不懂怎樣說 不懂怎樣形容 形容不到 形容不到 就是 嗯 有些 有些圓錐形的 圓錐形的頂 這些我老闆幫我拍的 嘩 好嘻嘻 那爲什麽又會選擇去那個地方呢 又是 近 都是近的 近薩加勒布 是 因爲我們是自駕遊的 就是有個 駕車上去 好漂亮 是 形容一下 你完全是好像 幅畫 對 幅畫 即是有個草地 然後有一些枯毀了的樹 然後有一些很尖不甩 有一些是圓頂的小屋 而且全部都是兩層 兩三層 應該都是 對 應該是兩三層 應該是兩三層 他都不用在高龍 就是拍戲 周杰倫結婚 是啊 對 Exactly 這個非常好 這個形容 少得是周杰倫粉絲 喂 哈哈 要去一下那個 那裏是哪裏 他都是歐洲的 英國好像是 英國 好像是英國結婚 那這個湖是什麽來的 為什麽突然走去那個湖 那個湖呢 有個尼斯湖水怪 又不是 那裏留了幾天 幾天 我們有另外去到 壁湖 還有十六湖 國外公園 那首先講壁湖 壁湖 壁湖是一個 很大 很大片 好像海那麽大的一個湖 就是很大 好像一塊鏡子 明白 又是天空之鏡 波利之鏡 是那類 是 如果沒有什麼風 如果波平一點 平的時候 波平的時候 就會漂亮很多 波平一點 其實很帥 有少許攝影技巧 就拍到 也是 不過剛好他那個 反映到一些建築物 你們在說什麼 波平一點 有些攝影技巧 就拍到好一點 哈哈哈哈 我們在拍攝某些東西 不是在說你啊 Avie 不是 不懂器材的東西 不明白 不是在說你 先不要對他入座 好 然後就去了十六湖國家公園 那個 好像行山那樣的 是 裡面呢 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蝙蝠洞 哈哈 我本身還滿懷著 會不會有些什麼 吸血啊 蝙蝠俠啊 那些 那些 特別的山洞 然後去到 嘩 沒有東西的 蝙蝠睡了覺 就是BB蝙蝠 一隻 不是啊 兩隻 兩隻 哈哈哈哈 那我走到過去 那裡是黑漫漫的了 那一個人就拿著一部iPhone 然後拍照上面 就是照上面 那我就是拿著一部機 在那裡拍著一隻蝙蝠 不動的蝙蝠 然後 扔在一角 那樣 蛤 幹什麼事啊 冬眠中還是什麼鬼事啊 喂飛一下啊 給點氣勢來啊 什麼都沒有 那不是 好像 走著 長洲的那些山 哦 張榜仔棟 對 走過那條路 但是都漂亮的 就是他那裡 十六湖國家公園 出名是那個 瀑布 然後我的朋友 就是Jonathan 就是他跟我一起去的那裡 就是他說之前去過冰島那裡 嘩 這裡真的很小小 對他來說 因為他去到很多這些地方 就是那些 剛剛所說的那些 城堡啊 瀑布啊 因為整個歐洲都是的 是啊 對他來說就不是什麼特別的 是啊 是啊 那我暫且 對於你來說呢 暫且我都覺得 都算是挺特別的 挺新穎的 雖然我都去過類似的旅行 但是我覺得 都OK啦 沒有他說得那麼差的 是啊 然後 不如我講吃 另一邊上 剛剛說 他都挺喜歡吃東西的 我也真的挺喜歡吃東西的 剛剛說薩格納布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 照吃 是啊 然後去到斯洛文尼亞 我們吃的那些東西 更加是不知道是什麼 為什麼 你看這個型都看得出 不是什麼 你描述效 是啊 給大家一些餐牌 怎麼會覺得自己不知道 在吃什麼 你有沒有那些照片 即是吃飯前要自拍照 那些 有 我現在 給Abi看 等我來 這些很典型的西餐 這個 這個就 哦 五碟東西 這個就是薩格納布的 有些飯 有些意粉 嗯 有些粗一點的扁意粉 和薯條 沙律 很典型 很典型 我給你下張 就是 很不典型的 是在盧布爾亞拿吃的 就是 嗯 等等 它是 你看上去好像一件 餅 等我來 你等我形容 等你形容 好 好 這一扁呢 嘖 哈哈 啊 這樣的 我認到一些東西 有些包 這樣呢 一個很大的白色碟 然後呢 它就有一塊 中間應該是一塊雪梨來的 剖開了一半的雪梨 上面有些 上面有些紅豆 是 然後呢 我見到 然後呢 然後有些蛋卷的東西 然後下面的扁應該是一些肉類來的 肉類有些蘑菇 這樣 這樣為之一個餐 這個是一個餐來的 然後有些紅豆在旁邊 然後又有一塊肉 那其實真的是什麼 其實應該不好吃的 我見到你 你剛剛說了 用了一個很特別的字形容 是一塊 一塊 其實我們吃過很多東西 都是一塊塊的 哈哈 他們不是很在意這個外觀 真的 我們有吃那裡的斯洛文尼亞菜 有吃到 蔡伊維亞菜 嗯 就是如果你有讀歷史 包括二貫半島 以前呢 就是在那裡分裂出來的 就是以前是藍斯拉夫分裂出來的 包括是 蔡伊維亞 然後克羅地亞 就是分裂了很多的 那斯洛文尼亞 都是其中一個分裂出來的國家 很厲害啊 你是不是做了功課 才去這裡的 當然啦 怎麼都要的 我呢 都認識一個斯洛文尼亞的女生 所以我也知道 真的漂亮的 真的漂亮的 兩姊妹都漂亮的 我認識兩姊妹 很漂亮 算是香港的女生 她的英文也不太好 我的英文也不太好 我跟她一起工作 我很開心 我真的看著那個女生的眼睛 是綠色的 我忘記了 很漂亮 我想我在澳洲認識過 其中一個最漂亮的女生 嘩 這麼好的 不要這麼多艷遇 你不要 你這麼英俊 你這麼英俊 就是啦 身形又這麼標準 英文也好 英文也好 不是啦 我們這些 爛頭爛頸 都是這樣去 劈你一頸血的 你真的 說這些 然後呢 一劈一劈 一劈一劈 我覺得那個味道 我會接受到的 是不是像羊眼煲 那些肉 是不是啊 我看起來的樣子有點像 其實 牛腩 牛腩 羊腩 那些質感 應該是 揮得一劈一劈 應該是 不是啦 它是筆上來的 它筆上來 倒下去的時候會一劈 是很正常的 是啊 但肉的質感就真的不知道 它會有些是免治的 是 其實有些氣 吃下去是有些 我會覺得是OK的 因為我平時都喜歡吃麥皮的 但是呢 跟我同行的Jonathan 他就 吃不習慣 不覺得太鹹了 還有一劈一劈 是鹹的 是他會覺得鹹的 OK 應該可能拌飯 用來做蜆 就差不多 但是他沒有飯的 沒有啊 他們都不流行吃飯 有沒有薯仔 沒有啊 就好像 就這樣一劈 不流行的 他們不流行的 對 就是這樣 嘩 很dry 又很無外觀 是沒有菜的 沒有啊 是啊 那你中間那個是不是也是雪梨 雪梨 飯後甜品 它是草 一碟東西就搞定了 挺好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顏色像是雪梨 到底 你有沒有吃到的 你才吃了一塊 哈哈 你有沒有吃到的 那繼續說一下 其他東西 雪梨 雪梨 加一塊醬的中間 是啊 哈哈 挺特別的 那除了你吃這個東西之外 醬哥那邊還吃到什麼 不是吃了很多東西 是啊 因為不是流了很多天 是啊 而且又貴 那就繼續吧 你們的行情 還有這一塊呢 這一塊包呢 這塊好笑 你會覺得這塊包 我想不到 這塊包 我真的想不到像什麼 我思想比較烏迷 這塊包 就好像香港吃的那些農夫包 裡面開了一個洞 有一些汁 就是加一些咖喱的農夫包 有一個蓋子可以吸住它的頂 很大塊 好像什麼 有什麼會所以我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那塊好笑的 你說那個包皮 對 對 這個角度是比較正常的 哈哈 好吧 我們是叫了三個 然後就拍了一些很不雅的照片 一人一掛 是啊 都幾大掛 真的跟你有那個差不多 一個碟這麼大 你現在也 是啊 是啊 是大的 整隻手掌這麼大的 嗯 挺好笑的 好不好吃啊 到底還沒說像什麼 自己幻想一下 哈哈 我們放上去的 放上去的page 讓人猜一下這個像什麼 你覺得還像什麼 不是那些 都是那些身體的部位 哈哈 哈哈 好 我們繼續 整個trip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很特別 我會覺得 都是沒有女生車 哈哈 真的 你對我很失望啊 你很差 走過街上問一下路也有 問路 不用問路就做了功課 就是全程炸車的 是啊 可以嗎 一架車 一架 大車 你好像說很多人的 六七人的 一架大概四個位的車 四個位的車 那我們三個人而已 但是你的意思是你拍了 就是你拿機 我拿機拍 哦 那我對 隨行的朋友就是 Jonathan開車 哦一個開車 然後其他人就玩 還有我老闆和我 就是三個人而已 其實這樣全男班出去玩 都好像挺爽的 挺爽的 下次遇上我 嘩 你來到什麼不是全男班 哈哈 那有個女生也有些作用 全男班給別人 別人又覺得 哦 慰安顧 麻煩 哈哈 哈哈 三個男生其實在歐洲很抱 在歐洲很開心的 對 很開心的 那些女生又開車 是啊 搞錯啊 駱巴 但是你說你去喝東西的嘛 你知道什麼叫喝 他還要有那些 business trip 還要拍東西 你知道什麼拍東西 是一個非常好的藉口去認識女生嗎 是的嗎 當然啦 一拍東西那些女生都飛起來 哦 你 你不會是第一次這樣去拍東西吧 拍東西 極其量都是在餐廳啊 我看你FLY AGAIN那些節目 你拍的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都是很主動的嘛 哎呀 嘩 那些女生都會說說話 你要approach的話都會 你真的有看的 哈哈哈哈 你真的 就是 就是叫她 可能說一下 Welcome to Pro Asia 或者 那你起碼外國也有多些藉口 你起碼approach那一刻容易一些 比大家言語不通 我懷疑她只有那一句 哈哈哈哈 應該是 不要嚇問 說不到第二句 拍完就算了 拍完就算了 就是 就是當人家一個KLFA被人掛鏡 拍完就算了 真的很慘被人利用過 我都不是啊大哥 是不是 一起開心一下 我夠了 不要Facebook 是不是 幫我的profile拼好一點 大哥 認識幾個鬼妹 是不是 哦原來你為了要拼好你的profile 告訴別人認識了很多女兒 哦 那我就不單止這樣 我不單止做Move 我不單止做Move 我拍完照 我什麼都會有些 不單止這麼少東西 但是你說你會去酒吧 我不是 我說給老闆罐醉 我不是去酒吧 就是他在房間裡被罐醉 嘩 他不想說 老二 他不想說 我們不要說下去了 等等 那邊喝啤酒 是很正常的 大家 幹什麼 阿June 興奮 老闆經常都想起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很乾淨的 我覺得嘻嘻也是很乾淨的 哈哈 因為我老闆他很喜歡喝酒 而且在歐洲酒是比水便宜的 那他是買什麼酒 他買紅酒 他很喜歡喝紅酒 他很喜歡喝紅酒 是嗎 紅酒 他去到機場的時候有些面碎酒 面碎 買了來 喂 晚上對 喂 北極高男仔對 第二天又要對 哈哈 總之拿著酒 我說整整個都是拿著酒 好 OK 還有沒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行程 一些得著 很難忘的東西呢 要鍛鍊好身體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真的超冷 我是指挪威那時候 超冷 冷是甚麼 那麼大直一點會有著手 對啊 你買暖貼就可以了 那時候香港沒得買這些東西 有個天氣 買暖包 還有電子 如果是去到一些很冷的地方 會壞的 會不會的 會不會的 所以要用暖包去暖住電子 對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小貼士 還有腳架東西到處拿著 對啊 不過其實也是麻煩 拿腳架東西拍東西 我經常都覺得 是啊 我本身也有一部單鏡 單反 玩一下也不用 接著就換了一部半單反 就算了 人家做事嘛 做事不同的 最難忘就是影不極光 嗯嗯 接著 回到香港 手信手信手信 對啦 有沒有買手信啊 吃甚麼的 臭魚是不是在那裡 甚麼啊 甚麼來的 好像是芬蘭 有魚肝 超市買魚肝 還有一些 魚子醬 是不是便宜很多 是很便宜的 魚子醬 然後又有買 黑松露 哇 正 相對來說都便宜一點 我買了一個 這麼單硬 大概一百 一支一力多 一力多的尺寸 一半 八個半歐羅 嗯 OK啊 差不多 我給爸爸用來 煎蛋 煎蛋 哇 黑松露炒蛋 校長炒蛋 對 對 因為香港買給一個貴 我在歐洲 斯洛文尼亞 那裡買了一些果茶 是 買來做手信 那我想問呢 如果一個未去過歐洲旅行的一班女生 這個地方適不適合去 適合去薩格拉布 便宜一點 因為我相信女生應該會比較喜歡買東西的 嗯 薩格拉布 是薩格拉布 算了 我們總共搭了三程飛機才去薩格拉布 是啊 當然 回來呢 後來回到薩格拉布 然後再搭一程飛機再回到香港 是 OK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這些片子 喂 其實現在陸續已經是在Flygain那個page那裡 Facebook那裡 已經是上載了 還有它也有一個YouTube的 是 那YouTube其實也是我管理的 是 那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的 OK 說多額外一點點東西 那你也是YouTuber來的 是啊 你也還有拍其他東西 我有看到你 Face又找你拍一些整菇的片 是 是啊 那那些又是怎樣的 因為Face呢 所以就找了我和另一個懂韓文的女生 就叫金鈴 是啊 上次那個就是 是啊 是跟我一起去韓國 上次去韓國那次那個 其實我現在這份工作 都是因為我韓國的片子 所以我老闆請了我 是 那 就是去整鼓一些成大的學生 我又扮鬼仔 扮ABC那樣 那金鈴就扮韓國人 那就去整鼓那些人 因為我本身YouTube我是拍開這些片 是啊 那我又扮鬼仔 那就是去說英文 然後他們就會 哎呀怎樣應付我呢 他們之間呢 他們之間用中文 嗯 那我在旁邊呢 我們看到的很少而已 剪掉了的 只有幾分鐘而已 放心我YouTube會上載 比較長的版本 是啊 OK 那我們都可以繼續留意這個頻道 好 Fly again也是 Fly again也是 基本上那些片都關你的事了 是啊 哦 就是響了一下 全部都關你的 片的東西 Facebook啊YouTube的頻道也是 是啊 是啊 你要有些什麼追究 你向我追究吧 是啊 好啊 那我們繼續留意著 你的照片就扔一些過來 剛才那些 沒問題 是啊 好啊 我們上載上我們的Page 那今天多謝阿拉哥 是 阿拉哥 當然是拉哥 不是怎樣 是的拉哥 我們要等阿拉哥去關照 哈哈 在節目裡說這些 是啊 是啊 那我們就 多謝你的分享 那今天節目是這麼多 拜拜